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国风云,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 今天讲讲台湾蔡英文当局,甘愿被大陆矮化自我打脸行为 台湾原本说不让运动员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 2014年所期冬季奥运会,台湾有三名选手参加 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台湾有四名选手参加 参加的项目基本为滑冰、雪橇等 2020年北京冬奥会,台湾派出17人参加北京冬奥会 其中有四名运动员获得速度滑冰、高山滑雪、雪橇三个项目参赛资格 另有一名运动员获地补资格 可以推算高达12人是以服务人员的名义来大陆参与北京冬奥会的 2022年1月26日,大陆国台办在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在回应记者提问,通报台湾运动员参与北京冬奥的相关情况时 因为称呼中国台北代表团,台湾陆委会隔天27日回应指 会整体审慎评估中华台北代表团会否参加开闭幕活动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 台湾从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 陆方故意以中国台北称呼中华台北代表团 是刻意营造两岸同属一中之假象 邱垂正说 主办方应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范 不应以政治因素干扰赛事 打压矮化我方 政府有关单位也会做好各种突发状况的应变准备 邱垂正还指 矮化与统战作为无法达到任何效果 只会徒增台湾民动的反感 负责台湾运动员外出参赛的台湾教育部体育署 也在隔天28日公开通告 台湾冬奥代表团不参加北京冬奥开幕式闭幕式 但给出的公开原因是因防疫及航班因素 基于保护选手踩高规格的防疫管控措施 防止任何染疫风险 以续积战力 我代表团将不参加开幕式 闭幕典礼当天 多数选手均已离开 因此不参加闭幕式 让选手早日返家团圆 台湾代表团不参与开闭幕式 大国小将很难认清 到底真实原因是防疫和航班因素 还是台湾要想应美国主子 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 向美国送上谄媚的投名状 但没过两三天 原来不让代表团参与北京冬奥 开幕式闭幕式的台湾 又突然转向了 也不怕到时被矮化了 更不怕错过飞机航班回家了 昨天1月31日 受教育部体育署指导的中华奥委会 在其网站公开通告 台湾代表团调整规划 将派员参加202年北京冬奥开闭幕式 公告通报了原因 1月29日起 接获国际奥委会联系 对于奥林匹克宪章的含义 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 要求所有国家奥委会 应遵照奥林匹克宪章履行 参与奥运会的相关责任 包含参加相关典礼 后面也进一步解释 本于遵循奥林匹克团结的基本原则 以及双方良好沟通 及相互理解下 台湾决定代表团成员参加开闭幕式 美国只是早早声明 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又是走狗国家加拿大 英国等随身附和 但很快美国改变主意 申请几十名官员参与北京冬奥 此时美国不再声称外交抵制 不派官员参加了 台湾本想给美国跌国称联 更进一步羞辱北京冬奥会 台湾不仅不派官员参与 而且原本计划 不让运动员参加开闭幕式 可是很快迎来国际奥委会的压力 根本没有实力辩解和反抗的台湾 只得自打脸 马上服软 宣布派运动员参加开闭幕式 只是为了顾及脸面 自找台阶对外解释成 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团结 只是这一次台湾陆委会 怎么硬骂街呢 怎么应对将来被大陆称为 中国台北代表团参加开闭幕式 这一矮话的行为呢 真相就是 不吭声当缩头乌龟就是了 台湾的代表唐凤 参加美国视频会议时 被美国拉黑画面 台湾政客也没敢力声抗议啊 台湾政客被打脸 丢人现眼的次数多了 不差在北京冬奥会上多丢脸一次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